大家好,我是荷欢山史话计划主持人金尚德 今天就荷欢山史话的内容来做一件报 台湾是一个高山之岛 明镇末年汉人大量以肯渡海来台 他们以台湾西南平原为中心 从事水田耕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些来自于沿海的农民 中期世代在西南平原心情开拓 在他们的生活领域之外 遥远天际的高山宛如另外一个世界 这也使得山操脱出了当时社会、经济、物质的基础 成为庶民日常生活之外的眺望与想象 1684年,蜻蜓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 并设立台湾府 台湾四面环海举目接山 四年首任台湾之府蒋玉英主修台湾府制 记载了一座名为《河欢的山峰》 这是文献中首度关于河欢山的出现 然而在当时远离西南平原的河欢山一词 它仅仅作为一种概念性的地域宣称 随后,在清代的地理方志中 便不断出现荷欢山的描述与描绘 他们在台湾西部竹苗一带的雪山山脉山区中 受限于当时清帝国的国家力量有限 使得方志虽然指出了有这么一座雪山山脉上的河欢山 但所指为何 这座山在台湾的西北部山路间游走 与今日我们熟悉的中央山脉上的河欢山 地理南原北侧 形式犹如天壤之别 关于河欢山山明的由来 清代各时期的方志中并没有身家探究 然而我们可以从淡水厅制中 清晰地得到一种山明与帆舍之间的命名关系 我们称为以色称山的山院命名法则 新竹苗栗到台中附近的西部平原地带 在台湾史查路中称为北路诸罗藩的生活领域 这也就是日后伊南家局所称的道卡斯族平普族原住民 依据以色称山的命名法则 可以得知河欢山概略位置 位于道卡斯族的活动空间之内 1829年陈寿齐他编撰的福建通知台湾省中 记录了距丁至六十里为猫里山和欢山的记录 说明了距离丁至竹签城六十华里的何欢山 是一座位于道卡斯族猫里社 也就是今日苗栗市附近的山峰 何欢除了是道卡斯族的地名之外 从文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他也是道卡斯族常见的男子姓名 清代对于台湾地景的描写 除了受到平地农业生产的影响 因而造就出对于山林地景的意识 只是一个可远观而无需亲近的歌颂对象 源自于山下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 决定了当时人们观看山上地景的眼界与视角 台湾进入日本帝国治理时期后 1906年左九千左马太总督 左手规划五年里方计划 1907年首先针对北方为主的区域内 延续清朝的爱勇政策 延长并构筑新的爱勇线 随着爱勇线的扩张 帝国势力逐渐进逼 并坚持缩小封锁圈 在南投一带 物色群被迫于1906年向南投厅归顺 南投厅继续将爱勇线由物色向上扩展 自1909年独鹿群、独大群也都相继归顺 至此住在浊水溪上游的三群 也就是今日所称赛德克族全部被征服 1910年2月 总督府测量纪师耶律林 从普里、金、物色、三角峰 至鹰峰奔前所叛登荷欢山 2月28日下午 耶律林一行登上一座广阔的山峰 当场命名为荷欢山南峰 这是今天的昆阳 随后由于气温骤降 风雨渐大 次日便仓处下山 结束探勘 返回阴峰 这是首度的荷欢山探勘 3月16日清晨 探险队第二次测量 队员重新登上 荷欢山南峰后 一举登上还把3400余公尺的 荷欢山顶 完成首度登顶 随后遭到枪击 因而在紧张的气氛中 仓促进行观测后 迅速下山 这是首度攀登荷欢山的记录 1913年3月21日 越利林再度率领200余名队员 重新测量荷欢山 抵达南峰后 气温骤降 风雨中 犯人与汉人挑夫开始瓦解 各自奔逃下山 次日清晨 经过经典 原先103名爱勇 及挑夫中 仅存50名 其余刑方不明 探险队于下侧途中 陆续发现失踪者 散步于途 沿途尸体不计几数 由于太陆阁翻讨伐 军事行动在即 同年9月 探险队再度展开 此行以300名陆军护卫 佐久坚总督机制率领参与 9月29日 探险队成功登上河汉山顶 并在晴朗的天气下 顺利完成地霧溪上游的测量作业 随着地理测量的顺利完成 并具体规划出 由雾舍进入太陆阁的可行路线 1914年5月 从河汉山蜂涌而出的日本陆军 缤纷夺路开始攻击太陆阁 展开军事行动 太陆阁翻讨伐的战火 由河汉山引燃 并彻底蔓延开来 太陆阁讨伐于8月间结束 随后花莲港厅立即设置了 内太陆阁爱永县 从峡口直到中央山脉 在屏风山南侧的托波阔 西边的南投厅也拯救 从雾舍至阴峰的爱永县 称为佐久间道路 锦背道路深入了以往 帝国边场莫及的深山之中 在这总督府完成对于台湾山地的控制 雾舍事件后 民间兴起体验山地美景的探生风潮 于是穿越河汉山的河汉岳道路诞生 1933年6月 河汉岳道路东断至卡拉堡起工 向河汉山推进 10月台中州警察打通了位于 河汉山主东峰之间的安部 完成横断中央山脉壮局 工程人员命名为佐久间安部 一举成为日本帝国领土中 道路的最高点 11月中旬道路完成贯通 和换越道路全选竣工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台湾进入战时体制 12月27日 总督府正式公告大屯 新高阿里 赤高塔罗河 三个国立公园的诞生 1938年 帝国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在国民体位向上的运动中 除要求精神意志的思想灌输 也强调对于身体的链成 以应应国家动员需要 在战争总动员的年代中 别具殖民教育意义符合国家政策的登山活动 持续受到鼓励 新年登山成为 纪律归训的文化地景 战后 中华民国政府接受台政 1947年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古战数年后 战事失利的国民党政府 丧失中国大陆的政权 1949年 数百万居民 随国民政府渡海来台 面对台湾高山的特殊地理环境 除了交通不便 也造成军事上无法相互支援的劣势 因此 有提倡新建台湾省东西横贯公路之一 经历探勘后 除主线外 公路局也分别规划 宜兰 雾设 两条支线 两条支线分别于主线 交汇于黎山 与河欢山安部 这是今天的大鱼岭 1956年7月7日 太鲁阁与古关 同时举行开工典礼 处以千计的荣民 官兵 投入此项浩大的工程 1950年 韩战爆发 美国接入巡逸台海 使得国共形成 隔海对峙的局面 新形态的心战广播 于是成为两岸对峙下 新的抗争方式 两岸心战广播 始于韩战末期 由中国率先针对台湾军民 发送广播节目 从事心理干扰 台湾称之为 匪波 台湾为了反制中国 不断渗透的心战广播 除了如法炮制政治节目 并以更强大的功率发射 针对性的盖台反制 则称为遏制匪波 遏制匪波的任务 交由党营的中国广播公司负责 台湾高山 林立的环境 使得反制作为 除了必须消灭 广播死角 防止台湾民众 私下收听匪波 更可利用台湾高山的高度 加以反制 达到足以涵盖 中国大陆沿海地区 的心战广播节目 利用恒贯公路开拓之便 1959年11月 中广获得了美元经费支持 兴建合幻山转播站 成为合幻山顶 手座永久性建筑物 执行二支匪波的任务 合幻山转播站 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背负政治使命 开始运作 日以继夜地 在全球冷战对峙的分工下 在这高山顶上 从事没有炮火的战争 台湾省东西恒贯公路 于1960年4月军工 成为当时年度盛事 恒贯公路将合幻山 与平地社会 拉近到了仅仅一日内的距离 使得历然 合幻山 泰鲁格的美景 不再是登山者专属的权利 然而 随着地理空间的扩展 新的文化意识 也随着交通之变 悄悄地进入了山林 恒贯公路军工当年 也就是1960年的10月31日 是逢蒋中正总统74岁生日 台湾各地一入往常动员庆祝 南投县政府与报警行政院合准后 将合幻山正式更名成为借寿山 借寿山也是国民党政府来台后 首座以政治人物姓名命名的高山 此一时期 附近地名整批更名 除了和幻山成为借寿山 塔比多成为天祥 就称卓九千安部的南岭 更名成为武岭 和幻山南风更名为昆阳 建勤更名为清静 南投县的山地乡 则更早进行了更名 如仁爱信义乡 村落如庐山 大同 清爱 中正等 中国历代的地名、人民 与儒家道统的象征符号 大量地覆盖在地景之上 新称具有中国传统意识的 新的文化地景 更名所强调的 仍是延续并继承 一脉道统的合法性身份宣称 并强调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 随着横宽公路打开中央山脉的门户 山下的意识形态 随之在山地间蔓延开来 彻底改变这里的文化地景 如同日治时期末年 日本帝国于战争动员下 鼓励青年学子从事登山运动 将高山作为锻炼身心的修道场 战后 在动员抗论时期时局下 政府也应用中国青年反共修国团 在山野间实施自强活动 进行青年学子的身体贵训 和欢山也因为横宽公路开拓之变 与东记忆及学的特性 成为当时最受青年学子欢迎的热门营队 横宽公路开通的赤约 救国团开始注意在横宽公路沿线 及和欢山区设立山庄提供高山地区活动所需的养好条件 使得和欢山的相关活动年年创新 滴滴爆满 救国团的动力活动中使成员体现自强团结 达到爱国教育的目的成为活动的宗旨 在活动进行中以团康活动 营造情境 体认共事 救国团成功地将政治思想教育 溢于活动设计之中 达到国家规训的目的 展现出中学历解 青年救国的动员景象 随着台湾省东西横宽公路开通后 约约的地理位置 与便利的交通 使得和欢山成为高度军事化利用的区域 当时在横宽公路开工后 国防部给予未来反攻大陆与中国战场的需要 而萌生在高山地带成立 寒带训练中心的构想 1959年 国防部对美军顾问团 提出了设置寒训中心的计划 接获召会的美方 察觉了这是将目标设定于 反攻中国东北西南山区的战场训练 认为反攻大陆的目的招染若接 因而予以反对 美军的否决 使得国防部决心自立设置 寒训中心 经过幕僚研究 提出了寒训中心的三个预定地 分别为 李山福寿山农场 日行钢地区 以及石门地区三个岸 10月间 国防部批准了 位于何幻山下的石门岸 1961年2月 陆军寒带训练中心 于何幻山宣告成立 陆军寒训中心 因为触及敏感的国际政治情势 在卫护美方的资源下 仅凭着幕僚资力突破困境 完成了亚热带地区 首座血圈基地 设置的创举 1958年 两岸爆发 严重的军事冲突 823炮战 使得美方加速军事协访台湾 除了先进的武器增援 在通讯设备上 美军也协助采用 与美军相同的先进设备 微波通讯 由于微波的站台 必须架设于高山 才能将微波讯号 不受阻碍的传送制目标 在美军顾问团建议下 具备独天德后条件的何幻山 成为首选 1964年8月 台美双方与何幻山顶 展开建站作业 并于北何幻山东侧 架设北何幻山微波反射板 在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下 于10月20日竣工 何幻山上的微波中计台 名为国防部统一通信指挥部 何幻山中计台 负责台湾东西横向的微波通讯 克服台湾东部通讯死角的问题 构成东西横向的主要军事干线 使得后山东部也完全纳入了 军事微波通讯的网络 广播电台为重要的战略基地 为了预防电台在战争中遭到占领 用于动摇军性士气 警备总部于1969年3月 东宁各军为电台提供 紧急的军事支援任务 基于电台的守备 与反制何幻山 易于空降的任务需求 陆军开始针对何幻山嘱风 进行阵地强化 防御工事于是在何幻山嘱风顶展开 配置密集的机枪堡垒 而在何幻山嘱风的地底之下 开挖坑道式交通好 连接碉堡 这些密集的机枪堡 居高临下俯瞰山路 使得何幻山顶宛如火力惊人的军事堡垒 1970年代台湾登山界兴起 台湾百岳登山蜂巢 何幻山却成为唯一遭受军管的百岳成员 驻军的山顶 与始终禁闭的神秘军事基地 始终不为社会所惜 也给予森严的印象 公路将文明带进了高山 缩短山与人的距离 可是看似平易静人的何幻山 却与社会有无比巨大的心理主张 较至地理障碍 形同更难以跨越的横沟 成为一个无法清净的戒严空间 1980年代中期 经济起飞后的台湾 民主意识带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台湾的环境保护运动 也随着开放的社会风气而蓬勃发展 泰鲁格国家公园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 成为台湾第四座国家公园 1989年 在生态保育的浪潮下 社会开始有开放荷湾山顶空间的呼声 国防部经过审慎评估后 决定回应社会期待 测费荷湾山总集台 12月间 横冠于中央山脉 25年的军事微波讯号 中规成吉 而随着社会的开放 遏制菲波的广电政策 也早已名存实亡 和湾山顶的戒严禁地 与各机关设施 在此时不知不觉的主战测费 随着政治的改革开放 社会也氧气政治化的图腾与象征 而接受山的名称 自从更名之后 仅为官方所通用 始终未受普罗大众所见 接受认同 和湾山的形象与圣民 依旧生殖社会人心 因而接受山之民 造致逐渐淡忘 推出官方文书 悄悄地恢复成为了社会所熟悉的 和湾山之民 泰鲁各国家公园诞生于台湾环境保育 意识抬头的兴起年代 随着政治的解言 社会风气的开放 与国民逐渐重视休闲旅游的趋势下 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朝圣 空间的解言 使得和湾山成为 泰鲁各国家公园内 最具亲和力的代表性高山 游客的欢笑声始终散布在这座 历史名山的四季成婚 于每个角落 走过数百年间的不同世代 如今的和湾山 一恰如其名 成为和湾之山 成为中乐天地 一个名副其实的 拥有自然与和谐的文化地景 从小小的和湾山顶 我们可以看见台湾数百年的大时代变迁 每一段历史 恰如雪泥红枣 都在这里刻画下活动的痕迹 1925年 美国地理学者沙尔提出文化地景一词 他指出了 看似无辜客观的自然环境 其实深受主观的文化作为所影响 进而形成了文化地景 并且随着文化的变迁 文化地景也随之改变 这真是和湾山三百余年的真实写照 在美丽的自然地景背后 和湾山是一面文化的橱窗 它丰富的展现从清代日治 乃至于当代山下的社会中 关于文化、社会与权力的变迁关系 藉由和湾山所呈现不同的社会遗憾 使我们得以看见各种文化 在这个美丽地景上所留下的 集体基因、国家权力、社会意志 与意识形态的种种枣痕迹 文明高山的特性 与历史偶然的条件 终究使得和湾山成为一个文明 与自然教会下文化地景的必然宿命